大秦帝 帝国之黑色列变 第十一章 天算六国 一 神秘天象 逼出了楚宣王的妙册 楚宣王米良夫烦闷急了 一日数次问侍臣 江乙大夫回来没有了 钟大夫江乙到魏国齐国去了 他是楚宣王的秘室 已经派出去三个月了还没有回音 楚宣王如何不着急 六国庞泽会盟后 庄严的誓言与盟约 都莫名其妙的瓦解了 非但合兵攻秦 做了泥牛入海 连瓜分小国都无法兑现 按照米良夫原先的盘算 灭秦之心除了齐国 哪国都比楚国猴急 所以他回到颖都后 稳如泰山 既不整讯兵马 也不积极联络 只是派出了三名得力干员 潜入武关探听秦国动静 准备坐收余力 米良夫速来自负 觉得自己是历代楚王中最英明的一个 远远胜过先祖 他们打打杀杀地折腾了几百年 楚国还是楚国 中原还是中原 楚国连淮水都不能越过 只有他 运筹帷幄 兵不写任 就以天下第二强国的身份 参与了六国会盟 而且将毫不费力地拿到几百里土地 将楚国一举推进到大河南北 这种工业谁敢比拟 楚庄王一名惊人 用十几万具尸体换回来的 也不过是三几年霸主数百里土地而已 祖父楚道王 担惊劫律 任用武器变法 牺牲朝局稳定 换来强兵复国 也不过是个中原不敢来犯的格局 又能如何 米良夫经常为先祖们的蠢笨 感到滑稽可笑 觉得他们实在是错失了诸多好机会 不够大国王者的风范 米良夫应对天下的策略是 不做老大 只做老二 不图虚名 唯求实力 谁做战国老大 谁就是众矢之地 谁就得付出十倍百倍的精力国力 去面对所有想算计你 蚕食你 削弱你 吃掉你的天下诸侯 实在是坐在寥庐一般 如此傻事 楚国能做吗 坐定老二 则可左右风源 老大有的好处 老二必定不能少 老大有的风险 老二却大体没有 甚至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借天下重力 挟持老大 得到比老大更多的好处 天下纷争 路走无主 那些庸长的君王 紧紧注目于肥禄 而无法顾及左右 他们如何能向米良夫 看得如此深测 米良夫很是为自己自豪了一阵子 他对大臣们说 他的大策是从老子那儿来的 老子 老子 你等知道吗 我大楚国的圣人啦 你等都给我好好读老子 每人一百遍 读完了 才有议论国事的资格 知道啦 从那儿以后 吟诵老子的悠扬声音 弥漫了宫廷内外 君臣一世 老子的典籍也频频出现 不上贤 唯无为 夫唯不争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致大国若烹小仙等等 成了终日嗡嗡哼哼的朝堂乐章 有一天 米良夫和三名宫女霞晚 被一个老臣撞上 给他大送了一段 急驱熬牙的东西来劝谏 归根曰静 侍卫复命 复命曰长 知长曰明 不知长 妄作凶 知长容 容乃功 功乃权 权乃天 天乃道 道乃久 莫身不殆 米良夫听得云遮雾照 你念的什么东西 咒咎鸟语了 老臣愤然抗生 我王 这是老子教会 何能是咒咎鸟语 莫污了圣人哪 米良夫大为狼狈 从来没认真读过一遍老子的她 如何知道这是老子 不由恼羞成怒 大喝一声 你读的不是地方了 女人面前读老子圣典 玷污圣人啦 从此 宫廷中 吟诵老子的哼哼嗡嗡 戛然而止了 楚宣王肥大的身躯旁 永远蜷缩着两个艳丽的侍女 谁敢玷污圣人 疏忽十年 楚宣王越来越觉得窝囊 坐收余力没得逞 想吞几个虾米小国 却受到为国齐国的威胁 只好不情愿地缩回了手脚 天下落二 做得没人理睬 连自己都觉得大势乏味 做国王二十多年了 老子大侧迟迟不得伸展 全部心智 原本都倾注在六国会盟 所能捞到的实力和名位上 如今竟成了竹篮打水 颜面核存了 虽然他还是那么豁达 心事却越来越重 本来就肥瘦的身子 也就更加肥瘦 如同楚国水田里的老水牛 整日忽斥忽斥地大喘息 分不清是热的还是累的 几个月前的一日 米良夫苦思无忌 压在打扇的侍女身上睡着了 朦胧之中忽然心动 顿觉灵光一闪 一个奇妙的主意浮上心头 仔细琢磨 大事得意 愈发觉得这是天意 是振兴天下老二威风的一道奇策 不禁拍着侍女的细软腰身 哈哈大笑 吩咐内侍立即将中大夫江蚁宣来 密伤了整整一天 第二天 江蚁就淋淋悲伤了 江蚁的秘密使命 是寻找两个天下文明的星象家 甘德和石身 甘德、石身 是两个神秘的灵晦隐士 却与巫师占卜 阴阳五行 堪瑜之术等神秘流派 丝毫无染 他们是揪天人之计的渊身学派 是上天隐藏在尘世的眼睛 也是人世体察天机的异能知识 在春秋战国 以天为直接对象的学派 有两个 一个叫詹后家 一个叫星象家 詹后是以天地气象的变化 预测人间祸福 云气、风式、日色、红卦、物像、电光、雷声 海潮、月韵、尘土阴霾等等 都是詹后家观测玄机的对象 星象家也叫占星家 是以天上星辰的变化 预测人世国运的学问家 自夏商周三代开始 国王通常有两个固定的官身预测家 一个是占卜的巫师 另一个就是占星的星象家 其余 诸如阴阳家、堪瑜家等 则都是一世一朝 极少有朝臣资格 两者相比 补卦较为流行易懂 尤其在周文王演艺八卦和宠夫子撰写谣词之后 等贤世子也对补卦有所了解 占卜的结果 对国人的心理威慑和影响力 也就日益渐弱了 相反 星象家 却始终保持着他们取高贺寡的神秘 等贤学问家是无法亏其奥秘的 国人庶民更是难之万一 这种状态一直保持了三千余年 后来的魏晋时期 有个最著名的天才星象家 叫管禄 他只活了四十八岁 官至少府城 他少年时 师从著名一家郭恩 先修周易 后修星象 观天之时 管禄常通业不眠 往往有惊人的论断 连老师也不能理解 一年之后 老师郭恩 反倒常常求教于管禄 开然叹息 文君智论 忘我赌集 竟何至此 管禄 洒脱笑答 此非修习之功 乃无之天分也 四十岁时 其弟管辰 请求随管禄 学习星象之学 管禄正色答 此道非至经 不能见其数 非至庙 不能亏其道 皆由无才 不由无书也 孝经诗论 足为三公 无用知之也 正因为如此深奥 如此难以为 常人所掌握 星象家的预测 对天下始终保持着 高远的威慑 他可以化为童谣 化为衬语 化成各种神秘预言 甚或化成席卷天下的风暴 整个古典时代 没有人敢于 对星象预言的权威 提出挑战 这正是楚宣王 要寻觅甘德时深 两个星象家的奥秘所在 他要知道 天下的星王大势 要根据天机 来决定自己的大策 不能再等待了 米良夫想封这两个高人 为天大夫 永远留在他身边 随时告诉他上天的奥秘 好让他顺天行事 大振国威 从远古起 历代都有星象家 辅佐王室 夏有昆吴 商有乌贤 周有史义 长红 春秋三百年 星象家更多了一些 著名的有 郑国的皮躁 鲁国的紫慎 晋国的史兆史末 唐国的紫妹等 进入战国 声名赫赫者 有齐国的甘德 人称甘公 魏国的石身 赵国的尹高等 然最为天下折服的 还是甘德石身 两位高人 米良夫认为 战国如三晋 魏赵汗者 如田氏齐国者 如西垂秦国者 皆莽勇蛮荒之辈 根本不配了解天机玄奥 活活糟蹋了 出生于他们国家的星象家 唯有楚国燕国 这样的资深老诸侯 才能知天命而为之 顺天行事 米良夫觉得 信天更有一样好处 当国君犯了国事过时 而庶民难以原谅时 只要国君表示真诚悔悟 上天仍然会还给你 一个吉祥福音 这是最妙的所在 顺天行事 自己永远都是英明的 犯了错时 上天也会帮你挽回的 米良夫耳熟能详的故事 发生在宋国 宋敬公使有一年 迎祸首心 宋敬公大惊 司兴大夫紫围提议 可疑祸于丞相 宋敬公摇头 丞相乃功骨之臣 不行 紫围又道 可疑祸于民 宋敬公更摇头 君当爱民 何看疑祸 紫围三体 如此可疑于年成 遂减及灾消 宋敬公急道 年成减则民机困 何有如此国君 自为肃然道 天高挺倍 国君又如此人道者三 迎祸当移动也 宋敬公半信半疑 谁知三个时辰后 迎祸果然离开 新秀三渡 出了宋国的天界 上天如此与君为善 岂有不信之礼 正在楚宣王米良福 心神不宁的时候 飞骑来报 江乙大夫 已经到了影都北门 两位高人同车到来 米良福高兴地 差点跳起来 立即吩咐被车 亲自迎出北门 将两位高士 恭恭敬敬地 送到早已经准备好的 隐秘大宅 并派了两百名武士 严密保护 从第二天开始 米良夫破例离开了侍女 独自住进太庙 摘戒沐浴三日 以示对上天的敬畏 三天出来 口中寡淡 腹中空虚 大嚼了一顿迷鹿肥鱼 方才气喘吁吁地 下令赶往荆山观星台 赶到荆山脚下 已经是夕阳残照了 虽是夏天 山风却颇有凉意 荆山葱隆 云雾缭绕 抬头看去 高高的孤风 仿佛就在天上一般 六名壮士轮流 用粗大结实的长肝竹椅 抬着肥硕的楚宣王 走上了山梯小道 甘德 石身两位高士 均是轻瘦绝朔 白发童颜 无论如何 也不做竹竿椅 中大夫江蚁 自然得陪着两位高士 步行登山 他虽然也生得精瘦 晒得有黑 似乎显得身体轻健 但不削一半 精瘦有黑的江蚁 便气喘流汗 腰酸腿软了 他原本没有爬过 如此漫长的山路 此刻方才知道 这登山大非易事 本想坐进竹竿椅 无奈 自己只是一个中大夫 不敢在高人掀客步行时 自己与国君 有一样的享受 只好走走歇歇 大大的落在了后面 看那两位老人 却是逍遥自在 步履依然从容 将椅身后的数十名内侍 抱着 担着 抬着各种郁寒之物 和祭祀用品 更是汗流浃背 气喘如牛 拉成了一个 长达一二里的散乱队伍 走走歇歇 大约一个半时辰 长长的队伍 终于磨到了 孤峰观星台的堕口 这座观星台 坐落在 荆山主峰的顶端 形状就像 切下来的一块城墙 四四方方 周围有 与城墙一样高的女墙 舵口上插满五色旗帜 观星台的北面 是三间石头房子 足以抵挡任何山风暴雨 中央才是实际上的观星台 一座三丈六尺高的青石高台 暮色苍茫中 就像插入苍穹的长剑 高台四周 是按照星辰分野的位置 筑好的十二章石板相案 那时候 星象家将每个诸侯国 都与天上的星宿位置 做了对应测定 核星之下 核位置为核国 都有一个公认的分野 周里 所谓的 以星土 变九州之地 所封风雨 皆有分量 以观妖翔 正是这种分野占星的 具体说明 按照后来星象家的典籍 夏王朝时 最初的星象分野 只对应天下九州 和江河湖泊 分别是 脚抗底三星 眼州 防心二星 玉州 尾姬二星 幽州 千牛 雾女 扬州 须微二星 青州 盈氏 东碧 并州 奎楼 魏三星 徐州 卯 碧 二星 季州 东景 雨鬼 二星 雍州 北斗 天下 江河 湖海 进入春秋战国 这种分野就显得粗疏不明 星象家们又做了重新的细致分野 主要有用二十八星宿对应分野 用十二次对应分野两种方法 后一种主要针对大国分野 具体是 赢货 其下分野为 楚吴月宋 太白 其下分野为 秦国 正国 陈兴 其下分野为 燕国 赵国 房兴 其下分野为 魏国 韩国 玄霄 其下分野为 齐国 鲁国 田兴 其下分野为 洛阳 周王室 按照这种分野划分 观星台南面的楚国方位 也就是营货之下的那张十案 便做了祭天的主案 主案上有准备好的牺牲 三只喜瓜的白亮 还系着粗大红铃的牛羊猪头 昂昂立在大铜盘中 香气屡屡 弥漫了小小城池 中央的实际观星台 已经用黄曼围起 只有顶端传来的 旗帜抖动之声 使人想到了 他的神秘使命 二位高使辛苦了 楚宣王喘息着走过来 甘德时身肃然一拱 略高一些的甘德道 楚王 我二人要到兴市 调息元神 待到夜中紫时观星 若有征兆 再与楚王寄议 楚宣王 谦诚拱手 本王一当诚心敬天 在东室沐浴净身 此时再行求教 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 第十一章天算六国 就播读到这里 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